9月,美国英伟达AMB相继收到总部通知,对中国区客户断供高端GPU,称该事件的理由是, 为了防止被用于军事,英伟达本来就因为今年行情不好,而日子过得比较难受,其财报更是显示今年二季度利润缩水了51%,而断供消息一出,当天收盘英伟达的市值就蒸发了7%,黄仁勋怕也是哭晕在厕所,心里郁闷着,你搞别人家超算就算了,你别先搞我呀。 小编认为美国政府此举主要是针对中国超算、人工智能等关键行业,试图通过在基础硬件上卡脖子,延缓中国科技进步,只不过英伟达游说非常给力,使英伟达和国内客户获得了缓冲期。 英伟达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与授权英伟达开发H100集成电路所需的出口,在出口和国内转让。 该授权还允许公司在2023年3月1日之前,执行为A100的美国客户提供支持所需的出口。 此外,美国政府还授权英伟达通过公司的香港工厂,为A100和H100订单履行和物流,到2023年9月1日。 从结果上说,该事件对中国顶级超算没有任何影响,对人工智能行业会产生一定影响,对国产GPU公司而言,则是利好。 目前,Top500榜单中很多超算就以GPU作为加速器,Top500榜单中第一名、第三名、第四名和第五名,均使用了英伟达或AMD的GPU。 超算是专门用来解决计算规模超级大、数据量超大、超复杂的科学、工程和产业问题的计算机,一直是大国争夺的科技制高点。 它可以被用于高度复杂系统的模拟,例如气候模型和核爆炸影响的预测,还可以被用于汽车、材料、制药等诸多行业。 英国专家甚至表示,在破解加密等机密领域的使用,也可能是超算成为国家安全方面的关键工具。 多年前,美国就针对中国HPC的双精度高性能卡,过往来看,美国已经对中国超算三次动手。 2015年中国天河二号项目相关的四家中国机构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2019年,海光、中科曙光、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等五家进入实体清单。 2021年,飞腾、深微等七家超算机构进入实体清单。 美方的公开借口是他们涉嫌破坏军事现代化的稳定, 尤其是可以更精确的模拟高超音速飞行器所需的计算能力。 但美国商务部官员告诉美媒, 他们都与中国仕途建造世界上第一步一级超算有关。 美国希望阻止中国在超算领域的雄心, 从而保证美国在科技领域全球第一的形象。 虽然美国称英伟达和AMD的计算卡可能会被用于军事, 但实际上国内顶级超算根本就不用美国的加速器。 超算是国之重器, 国内单位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启了超算芯片的研发, 是完全自主指令级, 自主CPU架构, 而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果实。 在2011年, 国内就完成了神威蓝光超算的研制。 这款超算的性能在同时期不突出, 但盛载超算芯片完全自主设计, 不需要采购美国的超算芯片。 在2016年, 采用SW-26010的神威太湖之光正式亮相, 成为全球首个100P级超算, 并连续四次蝉联TOP500第一名。 5月30日, 国际超算组织TOP500发布的榜单显示, 美国最新推出的一级超算成功登顶全球, 连续两年霸榜的日本超算赋月排名落到第二。 本次榜单中, 以往连续多年登顶榜单的中国超算, 并没有出现在前五名中。 由于欧美新型超算的出现, 上届排名第四的神威太湖之光这次被挤到第六, 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的天河2A, 由上次的第七降到第九。 从榜单数据来看, 中国超算已明显落后于美日欧的顶级超算。 然而有意思的是, 就在本次榜单发布不久前, 英美金融时报曾以美国急于在超算竞赛中赶上中国为题, 发布报道称, 中国已在美国之前实现一级超算, 首台一级超算已经运行一年多, 只是没有参加排名。 中国企业现在更关注国内竞争, 而不是国际对手在做什么。 实际上, 在半年前Top500上一次榜单发布时, 美国科技媒体就曾发文称, 中国正在运行两台一级超算, 分别是神威海洋之光和天河3号。 根据该报道, 神威海洋之光是神威太湖之光的继尝者, 采用拥有4200万内核的处理器, 在基准测试中, 其峰值性能达到每秒1.300亿亿次。 如果这一数据属实, 神威海洋之光的峰值性能要高于本次榜单第一的美国超算边界。 中国其实早就在一级超算领域展开布局。 2020年1月, 国内就有官方媒体报道称, 神威一级原型机天河3号, 一级原型机, 和曙光一级原型机等三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原型机系统已全部完成交付。 根据披露的公开信息, 新一代神威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由自主研发的多核SW26010P CPU提供。 该超算在仅用992片SW26010P就打造出一台13.9P的超算。 作为参照, 神威太湖之光性能为125P, 使用SW26010芯片共计40960片。 换算一下, SW26010P的性能相对于SW26010提升了5倍。 更为可怕的是, 这台超算效率极高, 达到90.3%。 作为参照, Top100榜单上前20的超算, 除神威太湖之光效率达到74%外, 其余超算效率在46至62之间, 即便是美国超算边界, 其效率也只有65%。 在应用方面, 这台新超算也取得了多项成绩。 2021年, 千万和可扩展第一性原理拉曼光谱模拟, 和多架构大规模并行保新结构电磁全动力学等离子体模拟, 和超大规模量子随机电路实时模拟, 三项应用入围, 戈登贝尔奖。 国际计算机协会将于2021年度戈登贝尔奖授予中国超算应用团队。 我国联合科研团队, 基于新一代神威超级计算机的应用, 超大规模量子随机电路实时模拟, 而获此殊荣。 另外, 天和超算在超算芯片上也使用了自主设计的加速器, 取代了英特尔的加速器。 天和二号使用国产加速器升级之后, 性能提升了70%以上。 可以说, 中国顶尖超算压根不用英伟达和AMD的加速器, 而且性能是世界顶尖, 在应用方面也屡屡斩获国际大奖。 过去, 由于英伟达在软件生态上非常成熟, 而且GPU性能强, 产品质量稳定, 客户根本找不到使用国产GPU去替换英伟达的理由。 但在这次事件后, 国内互联网公司恐怕会找一个备胎, 无论是自研GPU还是收购一家初创公司, 对于我国GPU行业而言, 都是利好。 机构认为, 从限制14纳米以下的半导体设备, 到限制3纳米以下EDA, 再到美国芯片法案签署, 高端GPU芯片断供,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 高性能芯片自主可控愈发迫切, 相关高性能芯片产业链的国产替代成为热门赛道。 从供给端来看, 在国产替代大趋势下, 涌现出众多涉足GPU业务公司, GPU芯片国产化正在大大加速, 如国内电路保护元器件, 龙头企业, 好力科技, 通过合肥取速科技布局GPU领域, 公司第一款GPU芯片, 将主要瞄准高性能计算领域, 瞄准互联网公司, 运营商和数据中心等企业客户, 景嘉威则是国内首家实现自主研发国产化GPU并产业化的企业, 新动科技则发力一战式IP和芯片定制, 龙心中科, 天树至新, 闭任科技等企业也纷纷布局GPU研发。 从需求端来看, 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的驱动下, 汽车等领域芯片需求量大, 其GPU、MCU等有望成为半导体行业的新推动力。 如好力科技投资的合肥取速科技, 正在加速研发GPU芯片、 ADAS芯片, 通过可信计算对汽车产业进行智能算法的赋能, 可谓前景广阔。 业内人士便指出, 国产GPU的未来关键不在于个人消费市场, 而是以自动驾驶、AI智能等领域为主的商用及工业市场, 凭借在新能源汽车及相关领域的突破及份额提升, 国产GPU或许会走出一条与英伟达、AMD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高端GPU芯片断供, 对此次受到波及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们也明起警钟, 出于性能等因素考虑, 互联网厂商对国产、CPU、GPU普遍接纳度不高, 但傲慢的美国人拉响预警, 让前者加速推进服务器核心芯片国产替代的导入和验证, 并对好力科技等涉嫌GPU业务公司形成实质利好。